不得已离开台北图书馆 我没有办法不能不离开 我劝导图书馆的大众 你们最低限度要在图书馆住满三年 那个三年就是馆长往生之后三年 你们看情形 如果必须离开的你们可以离开 至少要住满三年 我们才对得起馆长对我们往昔护持恩 人不能够倔情倔义 那就不是人了 比畜生还不如 同样道理 我离开新加坡 我一再劝勉同学们 你们住在新加坡进宗学会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住在居士林的人 也至少要在那里住满三年 这些人不听话了 我离开之后他们通不走了 我心里非常难过 我离开是不得已 哪有这种做法的呢 到了澳洲 澳洲原本有个进宗学会 在布里斯本 我们往年常常到澳洲去弘法 都是这个学会也在接待 那么学会当然过去我也帮助他很多 我们也有几位物自卑的同学 住在进宗学会 我在图文吧建这个学院 进宗学院建立之后 我就告诉住在学会的这些同学 你们不必上山 你们应当要在那边多多帮助他们 他们哪一天不高兴呢 叫你走了 你再上山来 但是也没有人听啊 只有一个悟生法师 住在那边 他是越南人 他不懂普通话 也不懂英语 所以住在山上 跟大家不太方便的 这是依旧还住在学会里头 所以不听话了 他不知道我的用意 我们念念当中 都是希望替佛法树立一个好形象 学佛的人 有情有益有益有恩有德 你才让社会大众尊重啊 社会大众尊重你 就是尊重佛法 就是尊重诸佛菩萨 诸位想一想 这个功德多大 如果我们所表现的 让别人毁谤 轻慢 瞧不起我 思想啊 瞧不起佛菩萨 瞧不起佛法 这个给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我们自己就有过失了 就正常罪恶了 所以这个三句 看起来好像很平常 你仔细去观察 这里头有大学问 有很深广的意义 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是福是祸 佛在此地 都提醒了我们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每天要思维 从前李老师常常教导学生 佛弟子 要记住 我们天天 要在佛的面上贴经 这就是我们的行为 依教奉行 佛有光彩 我们就有福 有慧了 佛会双修 千万不能在佛连上 吐大粪 那个造罪业 违背佛的教诲 造成负面的影响 那个罪业 多阿比地狱 不能不知道 再看后面这一段 菩萨不耳 常念知足 安平守道 为会 这是佛教导我们 我们应该 要觉知 应该 要晓得 知足 常落 人只要知足 他就没有 悉求了 古人 常说 人道 无求 贫自高 觉悟的人 修行人 在这个世间 肯定是 于人 无增 于事 无求 他才能够 安平守道 才真正能做到 不但对世间法 不贪求 就是连出世间法 也不例外 《般若经》上讲得好 法上因时 何况非法 那个法是佛法了 佛法都要放下了 都不应当贪求 何况是世间法 这说尽了 这个道理很深 我们要认真 去学习 去研究 为什么 连佛法 都不能贪求 这个道理 《大臣经》上 讲得很好 佛法是原生的 因原生法了 凡是因原生法 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佛法 也不例外 那什么是真实的呢 只有自信是真实的 自信里面 也法不列了 不但没有世间法了 佛法也没有啊 自信里头 列一法就坏了 佛在大佛顶 熟楞严经上 说的 知见列知 是无明本 这个是 佛诺纳尊哲 向世尊请教的 自信里本来没有无明 为什么会有无明 无明到底从哪里来的 佛说了 知见列知 是无明本的 一句话说不了啊 无明从哪起来 就是你希望要建立 麻烦就来了 六祖大四高明啊 本来无一无 何处也成爱 这一法不立了 那就是明心见心啊 你还要列一法 你错了 那就是无明的根啊 那就是不知足啊 知足的人 心里头一念不生 无论在什么境界 善缘也好 物缘也好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在极乐世界也好 在阿比地狱也好 绝对不会齐心动念 不会有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是知足 有因恋好物的心 哎呦天堂我喜欢 地狱我讨厌 好 有因恋的这个好物 那就是无明 那就是建立 那就是不知足 那就错了啊 所以经上说的是很简单的 等于说文章句句都是题目啊 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做成大文章啊 每一句话了 要写成书都是大著作啊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懂 不能不清楚 不能不明了 不能不认真学习的 常念知足 这一句话意思了 无限的声光 可以说 事出世间 一切圣形 他们自己都做到了 做出来给我们看 他们教导我们 也是这样 像佛一样 在中国 我们看到孔子 老子 孟子 庄子 在佛门里面 我们看到佛菩萨 看到历代的祖师大德 在西方宗教里面 我们看到摩西 看到耶稣 在古兰经里面 我们看到 穆罕麦德 这些 世间 伟大的宗教领袖 没有一个 不是知足常论的 也用知足教化一些众生 我们在经典里面 看到的很多 特别在佛华 菩萨 菩萨 要成佛 先要去做补处菩萨 就是做后补佛 每一种菩萨成佛了 一定先做后补佛 叫补处菩萨 后补佛住在哪里呢 住在陡帅天 陡帅是凡语 意思就是知足 你们想想看 这什么意思 菩萨真正做到 圆满的知足了 他就成佛了 虽然在修知足 但是没有修到圆满 所以他还是菩萨 知足修圆满了 就圆成佛道了 那么现在 弥勒菩萨在斗帅天 修什么功夫呢 修知足的功夫 等到他修圆满了 他就到这个世界来 实现成佛了 释迦牟尼佛在弥勒夏神经里面 告诉我们 他什么时候来实现成佛呢 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 我们听起来 哦这个时间很长啊 但是在斗帅天呢 就不长了 斗帅天跟我们这个地方有时差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斗帅天的一天是人间四百年 一天呢 人间四百年了 那个地方也是三百六十五天 是一年 他们的寿命 一般的寿命 四千岁 这样算一算呢 到斗帅天 他的寿命到了 他就到人间来 实现成佛了 这个时间 用我们这个地球上 时间来算呢 就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